台北上角灣今天宣布恢復發放重陽禮金 實現選錢的承諾 以上反對發放重陽禮金的民眾黨總統參選 柯文哲這回把態度放軟 只說錢交代的過去就可以 而人氣超夯的國慶翁翁翁包 今年也確定走入歷史 哇 掌聲 哇 大批婦女戴上貓兒換上短裙 和台北市長蔣萬安開心合影展現活力 阿公阿嬤熊揪出來 就是為了這筆大紅包 正式恢復一千五百 重陽禮金的發放 蔣萬安實現選錢承諾 重新恢復柯市府時代 一度暫停的重陽禮金貼 只是這也不免讓人好奇 錢從哪裡來 台元到底從哪裡來 我們會舉債嗎 謝謝 不會 我們其實議會都已經通過相關預算 這個都沒有問題 不會舉債 錢就花嘛 當時我們就講嘛 如果收入減支出有剩下 是可以花的 我就不想要他這個錢 他只要這個錢可以交代的過去就可以了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這回態度放軟 卻依舊感覺不太認同 而蔣市府不再跟隨柯市府腳步的政策 還有人氣超夯的國慶翁翁包 今年確定走入歷史 北市府預計改用野餐的方式與市民同樂 我們的主題就是要慶祝國慶 做一個多元的改變 貪位的規劃是免費的啊 未來還會不會恢復發放國慶禮包 民政局沒有把話說死 蔣市府上任第一年大刀闊斧 修改柯市府任內的多項規劃 這樣的改變就看市民買不買單 記得綜合報導